当我初次来到这个国家,大家都以为我是女孩,我的家人也不例外,我的继母很严厉,是个虔诚的教徒,他总是偏向我的兄弟,让我很难过。 我十几岁的时候,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男生,而是想成为男生。我的家人发现后,把我赶出家门,就这样我告别了原来的生活。 在大城市里,我无家可归,同时想弄清自己是谁。 我受过创伤,两次试图自尽,后来,我找到一个支持我的社区,和一个被我称作父亲的人。 他们的真爱和包容,使我意识到,我也可以展现真实的自我。 我终于在身心上都获得了慰藉,今天,我感觉到了自由。